百年老校石岗国小921严重毁损 在瓦砺堆中重建 张同学笔下勾勒出美丽校舍 以及快乐学习的模样 看到石岗国小倒塌的照片 让他们盖回原本的样子 盖得很漂亮 就是希望他们可以不要忘本 对 可以饮水吃远 921绘画比赛 评审从300多件作品评选出90件佳作 在台中静思堂展出 此季希望工程在黑暗中点灯 虽然学生们未曾经历过大地震 从校园课程 环境教育 点点滴滴都在提醒莫忘那一年 能够让一些没有办法 就是刚开始就已倒掉 没有办法读书的人读书 觉得是上课非常开心 让他们透过一个信教的 这样的一个涵养 然后去画出他们对此季的一个感恩 描绘出灾后的生命力 温暖的人文关怀 就是要让他们懂得说921的时候 有那么多的爱心的团队以及个人 都进入校园到社区来帮助我们灾民 帮助我们的学校的重建 展览围棋两个月 每一幅画都在启发善念 亦涵爱的力量 大海新闻国内林新宏台中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